大家好,我是吴威 这两天世界上最重要的消息是 关于俄罗斯最大的反对派领袖 阿里克·纳尔瓦尼 被俄罗斯政府宣布 2月16号在他目前服刑的 西伯利亚的北极监狱去世 纳尔瓦尼生前是俄罗斯最大的 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领袖 过去几年他其实已经被 普京政府逮捕入狱 所以他突然在狱中身亡的消息 传出来全世界震动 目前我们知道的消息是 美国欧洲很多国家已经纷纷表态 认为普京要对此事负责 但是具体他的死因是什么 他的去世将对接下来的俄罗斯大选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包括西方社会国际 将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 更重要的是 从我们中国观众的视角 对俄罗斯社会 因为这件事情上 将有什么样的分析和思考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今天专门用视频连线的方式采访 Maria Rokkova 她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Maria Rokkova呢 目前在美国的乔吉亚州立大学传播学系 任政治学教授 她现在是美国媒体和学术界中非常有影响力的年轻的俄罗斯问题专家 Maria Rokkova小时候呢 曾经在前苏联国家生活过 所以呢 俄语是她的母语 但是Maria又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而且在纳尔瓦尼生前 她其实是见过纳尔瓦尼本人的 所以她的视角呢 就既精准 既有俄罗斯的本土化 也会带着我们中国观众的一些问题 来跟我做这个视频连线 Hello Maria 你好 Vivian Hello 很高兴用这样的方式跟你来对话 我知道你现在亚特兰大 对我在亚特兰大 这个学期教授 好 你是见过纳尔瓦尼的 所以我想听一听你个人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然后我们也可以专门聊一下 俄罗斯社会和中国社会 尤其普京和习近平他们的一些议同 这也是现在其实中国观众最关心的问题 目前来说你知道的关于 尤瓦尼之死 现在我们知道的所有的具体信息 我们已经知道一些事情 在这几天一定有新的信息 第一就是Navalis好像是天天晚上死了 他们以前说是早上死了 他去上部 之后回来之后就是伤病了什么的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这个病 但是过来有一些调查是俄罗斯媒体做的 叫Nova Gazeta 是比较主名的俄罗斯媒体 现在他们在欧洲 从欧洲做调查 但是他们在这个城市 西伯利亚的城市 就是Navalis的城市 他们也有一些关系 然后他们就知道好像是不是早上上部之后 还是好像是晚上之间 就是他已经死了 怎么死了大家都还不知道 最近还没有信息 他们今天刚刚找到了他的那个身体 刚刚找到了在那个Mork里面 但是他这个body还没有打开了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是 就是他的打刺的原因好像还不是特别清楚 是非常秘密的事情 因为你自己也发了推特 你说其实很多年在伦敦你见过他 对 讲一下你的印象 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 什么让他有这么变成了 the biggest enemy of Putin 然后这个Vlomia Putin 为什么现在他的政府 或者他本人一定要看到Navalis 对我是杜博士的时候在牛津大学杜博士 我研究中国和俄罗斯调查机制 就是我在做这个比较 那时候Navalis就来Longdon做一个那种张作 一个这样的活动 然后他可能是十年或者十二年前 比较年轻 还不是那么指名的政治家 所以他比较谦秀的讲他的一些platform 他的他的对 怎么说他的 plans 就是对俄罗斯的一些 他那时候也是做 犯腐败的一个博客 很多人在俄罗斯也反对 就是政府腐败性的这些工作 然后他们就开始 开始看了和开始觉得Navalis的一些想法 所以很多很多人出来 包括莫斯科、Saint-Peterburg 还有很多不同的城市 所以在这时候开始 就是普京就觉得 普京会看Navalis还是他的那个enemy 很大的对抗 这个是十年前开始的这个情况 OK 所以从十几年前 他本身是个律师 但是他做了一些anti-corruption 就是专门一些反腐败的一些调查 尤其是针对普京本人的一些调查 是吧 对 对 包括普京还有些高地位的官员 他做各地位的调查 包括公有公司 就是很大的公司 俄罗斯的一些公司 也是很腐败的 所以他也调查这些公司的工作 然后他把这些公司 对 你说 他把这些公司 会在镜头前面拍presentation 然后tiktok短视频 我看那个我们也看到纪录片 就是那个 Daniel Roger 他那个纪录片说他女儿都在给他拍视频 但是他本身是律师 所以他的调查方式是他给媒体爆料 还是他跟媒体合作 还是他有什么更多的调查手段 这是对 对 我觉得大部分是给媒体发表 然后还有一些做那些短视频 刚刚提到的那个tiktok 还有其他的视频 他自己做或者他的团队帮他做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式 他在这些公司会买一个股票 就是那个stock 比方说买很很很很 百分之三的股票 就是3% 然后他就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 他可以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 然后他也可以看他们的一个document 所以他参加的活动的时候 会提很多比较敏感的问题 然后他把这些问题 他们回复的这个问题的内容 他都会发表给大家都看 这样他也可以提很多很有意思的信息 以前很多人不敢做这样的调查 OK 所以他等于利用了这个share holding companies they have to release for the public disclosure 所以他等于做一个 也就是说上市公司要发布一些公共信息 给公众有一个知情嘛 他等于把自己变成小股东 然后来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是吧 对这样他就他就会参与他们的那些meetings 然后就可以提很多很多问题 他提的问题都是可能让他们不舒服 然后他们不回答的时候 然后可能也他会给大家发表 这样就可以出名他们不愿意回答 这个也是一个好像是有一些秘密 我觉得他们不是特别透明的 所以觉得这个工作他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 从他那个时代到现在还有类似这样的政治家吗 就是什么让他变成普京最大的敌人 就是他的特点他的力量或者他的魅力是什么 拿巴尼的力量 我觉得有很多力量 第一是他是唯一的俄罗斯就是政治家 除了普京以外的唯一的政治家 会那个organize 就是很多各政各安的俄罗斯人 不一定都是支持分子的那种intellectual dissidents 这样的人已经会喜欢拿巴尼 或者会追他的一些想法 但是老百姓就可能不太会 老百姓也不太支持普京 但是他做那些campaign的时候 还有很多老百姓也会比较喜欢拿巴尼 因为拿巴尼就是表现真正的那个俄罗斯人 他也是一个familyman就是个家庭人 他老婆也非常支持他 他有两个孩子 所以他会经常发表那些家庭的小片 普京就是他的小片的时候都是一个人 就是alone唯一的没有家庭 没有人就是一个人 但是拿巴尼还是个familyman 他也会支持俄罗斯的那个national interest 因为他不是那种知识分子 怎么说呢 他会说他是strong Russia 比较强力的俄罗斯 他会支持这样的项目 所以很多老百姓还是比较喜欢拿巴尼 我觉得如果俄罗斯是民主的国家 是democratic 可能他会当总统 哦 所以你刚才总结了几个 一个他树立了一个跟普京完全不一样的形象 普京就是一个个人 对 他专门呈现他的人性的那面 有一对孩子 然后有很支持他的很漂亮的妻子 就你也讲了刚才如果俄罗斯是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可以选举的话 他是应该当总统的 他也能当总统是吧 我觉得很难 对 所以你讲一下就是他的power 就是他对普京在哪些点上实际的真正构成了威胁 如果他成了总统 他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当然现在说这些事情没用了 但还是有用的 就是我们要分析 那奥巴尼他实际给普京或者给俄罗斯可能会带上一些威胁 我觉得如果他当总统的话 他会改变很多 利益可能是经济改变 就是因为他开始的时候还是做一个反腐败的工作 他可能会执行很多反腐败的政策 然后俄罗斯的经济可能更和平 更会面对老百姓 因为现在俄罗斯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人 然后那些公司跟老百姓的生活完全没关系 俄罗斯还是我觉得很穷的国家 所以如果他当总统 我觉得他的一个number one 这个platform还是经济的整次 经济改变改革 这个是第一 第二 如果我们还是在乌克兰 如果我们还是在乌克兰的情况 我觉得奈巴尼会 可能他会跟Zalensky sign agreement 这个我觉得也比较肯定的 第三 可能在社会方面的政治 democracy 这个民主方面 他会也做很多的很好的讲词 包括那个free elections, free press 各种各样的讲词 就会打开,翻开俄罗斯 民主抢预 就是democratic system 可能会变成更好 现在我觉得俄罗斯还是不民主的国家 authoritarian, non-democratic 越来越不民主 所以如果他当总统 可能他会有一个turn around 这个trend 包括俄罗斯变成更分开 然后跟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可能也会更好 包括跟蒙古 欧洲国家 他会提高这些关系 不仅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完全查 现在没有什么relation 是完全没有 所以这么一听的话 他的 他其实是会给俄罗斯带来非常非常具体的 和正向的 对吧 对 而且现在如果你看很多俄罗斯人 他们非常感动 或者非常有很深的感觉 对这些 这个情况是因为他们 对拿瓦尼有很高的希望 也就是拿瓦尼表现俄罗斯的希望 这个希望 和俄罗斯 所以很多 包括我的一些同事 我的朋友 他们最近 离开了俄罗斯 他们住在欧洲 住在美国 但是他们还是俄罗斯人 他们还是对俄罗斯有一些希望 拿瓦尼就是个symbol 他们希望如果 后来他会 当总统 可能俄罗斯也变好了 但是现在没有拿瓦尼的话 希望也死我 所以很多人非常悲观的 OK 所以正好可以跟我讲一下 就这个 就这两天 拿瓦尼的死 实际给他的支持者 或者他 先说一个 就如果 是有潜在的支持者 现在就是在俄罗斯境内 和俄罗斯之外的 就是有这种很strong national bonds sum power 就是这些已经离开俄罗斯 就是流亡 或者说离开 但是都是精英离开俄罗斯的 所以他们其实不管是从知识 还是从经验 还有从钱 就是实际的资源 他们都还是有很多储备的 就如果这些人 现在存在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比例 或者多大的一个力量 能够对普京造成真正的威胁 然后这样的一个力量 如果现在 拿瓦尼死了以后怎么办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很不兴趣啊 因为除了他以外 还有一些政治家 还有一些就是本子 俄罗斯就是本子 住在欧洲的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也反对普京 他们跟拿瓦尼也不是完全同意 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但是现在就是今天我看了一些文章 就是那些俄罗斯的政治家来说 我们都应该合作 就是我们都在那个 organize together 因为没有拿瓦尼的话 我还是要合作来做这些事情 然后准备 做那个position 真正的反对牌子 但是这个反对牌子还是 在俄罗斯 地外或者在欧洲 来做他们的那个organizing 但是我个人还是可能对这些 这样的工作或者这样的一些 目标可能有点悲观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俄罗斯人 就是majority 老百姓他们住在欧洲的老百姓 他们还是比较支持普京 所以从国外来变场 或者完全改变欧洲 我觉得很难做的 就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我的希望 不是特别高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要完全 因为我们希望还是要继续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可能也不算是完全俄罗斯人 我就住在美国 很长时间住在美国 也没有在俄罗斯待了很长时间 我觉得俄罗斯还是有需要很长时间 为了完全改变了 完全改变了 还是这个改变的话 他们需要就是一个领导 会真的organize老百姓的想法 可能是像奥奈巴尼这样的人非常少 现在我们就是讨论这些 就是分子他们是怎么说呢 他们跟老百姓没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跟他们没有很多communication 他们跟自己的那个 就是分子的权子有很多 很好的关系 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媒体 没有大部分的俄罗斯人不会看这些媒体 大部分的俄罗斯人看俄罗斯国家媒体 国家媒体都是被普京控制的 然后普京也做很多宣传 在这些媒体电视台啊什么的报纸 所以这些independent media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s 他们对老百姓的影响 我觉得不够不够强 所以我对他们的organizing 可能也希望也不是特别高 这是我的看法 明白 所以正好因为你是媒体专家 你是专门比较过极权国家的这个媒体体制的 因为我的观众绝大多数还是中国人嘛 就是中文读者观众 所以他们其实比较好奇的也是 就两个问题 一个是普京到底在俄罗斯社会里面 有多大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就是普通俄罗斯人 有多大比例会真的相信他 相信普京的能力 相信普京的人格的诚实 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就比如说他说要打乌克兰 老百姓真的坚持吗 还是说真的支持吗 还是说支不支持也没有用 反正他是一个dictator 他有所有的资源 he can do whatever he wants 还是说他真的有很 很强大的public support 就老百姓真的觉得只有 可以救俄罗斯 对 对 因为俄罗斯的研究这个public support 语伦的这个想法很难 因为俄罗斯的public opinion service 就是调查 语伦调查 都是被政府控制的 所以他们做自己的调查 有一些organizations 这样的一些机构 他们的那个数据还是表现 大部分的老百姓支持 还有一些有点independent 可能我觉得更好的一个机构 他们的数据也表现 还是majority 大部分的还是会支持普京 majority 这些数据可能会变小 可能有的数据说 表现是百分之败 有的是百分之七十 还是很高的很高的数据 但是最高最大的问题 可能不是他们 大部分的老百姓非常喜欢 或者崇拜普京 他们没有另外的选举 就是no choice 没有另外的办法 没有办法 然后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 很多很多人的工资很低 他们的conditions生活的水平非常低 所以他们可能没有那个轻生 energy来做反对的这个工作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天 有的人出来 放那个花呀什么的 flowers commemorate 他们来做这样的工作 他们一出来了 有很多警察被抓 而且很全力的抓 那些年轻人 还有女人大的人 不管是谁 警察 在欧洲 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很多人非常害怕 出来或者做反对 或者表现自己的看法 昨天我看到有个老的一个女士 可能年龄八十的女士 他在莫斯科接受一个采访 给blogger Jack的博客 说明他的看法 他说现在好像跟斯塔林的时间差不多 就是斯塔林的时间 最后就非常困难 什么都不敢说 但是现在在这个普京的时代 最近也是这样的 大家都害怕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民主的机构 很难分开这个崇拜普京的想法 或者这个感觉表现 和害怕普京的这个表现 可能这两个想法 或者这样的emotion 可能很难分开 因为大家都不敢说 他们自己想的那些真正的想法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的情况 这个情况已经好多年在发展了 但是在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的时候可能变成更可怕的 特别是在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事情 大家都不敢说 很具体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中国观众 既不太理解又比较羡慕俄罗斯的地方 一个就是我们还会看到有俄罗斯人走上街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牌子 就还是能看到protest 还能看到protester 就是能看到具体的这些人 然后他们至少就是有这个反对和抗议的机会 当然你马上就被警察拉走了 第二个就是 what will be happening to them 就是警察把他们带走了 会有什么具体的惩罚 就是这个做勇敢的反对者的 代价是多少 因为这样问的问题就是说 还怕取决于镇压者的 有多大的镇压的残酷吗 就是如果拿 抓走了 关一个月就出来了 还是他会面对什么样的punishment 他会具体的 这个在中国可能就是 很多人之所以觉得无法抗议 就是觉得俄罗斯还是可以容忍 就感觉抗议的难度没那么大 但在中国就是 就觉得好像代价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帮我解释一下 对俄罗斯可能跟中国还是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 算是不民主国的国家 但是俄罗斯还有选举那个选举 所以普京会说 俄罗斯还是民主的国家 还是一个democracy 因为有选举的话 就是算是大家都可以选 选他 所以不像中国没有这样的选举 national elections 所以他还会让大家就是出来 可能这个发萨就是他们可能有这个 想法我们可以出来做那个反对 但是他们出来了以后就 就是突然被抓了 所以这个反对的效果 可能跟中国差不多 就是他们可以出来的是 出来多少时间 可能一分钟两分钟一个小时 之后就没了 所以他们中国俄罗斯这个可能的 最后的result可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开始的时候俄罗斯人还是可以出来短时间 然后出来以后如果被抓的话会怎么样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人被抓可能抓了一天一个月 或者两周就出来了 但是有的人会呃 待一年两年六年 就是就要看他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是比较敏感的人 是政治家啊 也就是分子媒体人或者普通的老百姓 然后再看他们呃 除了那些抗议以外 还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活动 比方说他们发表在这个网络 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啊或者文章啊 呃 特别是如果批评普京在乌克兰兰的那个打仗 呃 现在有新的法律 呃 可以被抓 呃 可能是在这个prison在六年 所以最少是六年 six years 很长时间 呃 但是他们不可能直接说 你你会有什么样的那个punishment 就是一个不明治国家的一个色色 那个ambiguity 可能不是不清楚的那些规定 呃 所以大家都不太知道他们他们会怎么样 然后他们就害怕呃 再出来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问题 但是但是可能跟中国相比的话 还是有有这样的机会 机会反对呃 反对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window 比较比较短 那个small window short window ok 也就是说俄罗斯比中国还是进步一点 就是他至少口上嘴上还说的是 呃 Russia and democracy has free election 他们还是有呃 自由选举 虽然这个选举的其他的呃 候选人也没什么用 最后还是对 对 因为还会高选 啊 但他还要表演一下 他是个呃 自由选举 是吧 对他喜欢表演这个这个民主国家的呃 呃 然后他们就可以解释 呃 呃 cool 呃 呃 胡urday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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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普京她表演给谁看呢 呃 就是他说 呃 呃 可能 Oldе 他是表演给国民看还是表演给西方社会 就是西方国际社会对普京到底还有多大的 Leverage 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因为现在说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都是domestic affairs 就是西方人也越来越不在乎国际的压力 普京呢他的最大的就是 What's his biggest concern? Who he's performing for? 我觉得他表面还是面对国民是最多的 就是自己的那个俄罗斯人 他不太关心西方的影响力 因为我觉得他 他在想可能过几年或者过 五年 几年 两年的话 西方还是不会影响俄罗斯 特别是如果川普变成俄罗斯 变成美国的总统的话 普京就 普京的情况更好 我觉得他什么都会做 因为川普不会批评普京 但是如果川普不一的话 我觉得还是 普京还是不特别关心俄罗斯 不特别关心俄罗斯 西方国家的批评 他最关心是自己的那些国民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领导 像奈巴尼斯 这样的领导的话 他会非常害怕 有这样的一个 opponent 但是西方的那些批评 我觉得他会开玩笑的这样的回复 西方很多俄罗斯没有什么影响 他这样想 OK 也就是说回来就能解释 为什么 这是我想问你的 就是普京的政府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奈巴尼死 而且要在这个时候看到他死 就是是因为马上要到来 三月份的这个选举吗 还是奈巴尼在国内已经有足够多的支持者 对他的regime造成影响了 嗯 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他死的原因 很难说如果是那个central government 是普京自己决定就是杀奈巴尼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但是我相信他不知道有可能是地方官员 或者其他的一些官员决定被他杀了 所以这个这个我们现在不太清楚 所以我可能可能要等几天或者 等一段时间为了确定说 确定再说如果是普京自己希望被奈巴尼死了 因为奈巴尼已经没有什么自由 他已经在被抓了 然后他可能会这样待着20年多了 所以对我觉得他普京可能不会看 不会认为奈巴尼是非常这个dangerous 会非常对他的替代很大的挑战 对他已经没有太那么大的影响力 因为他没有自由 所以我我我我个人不太清楚 为什么这个时间会现在发生了 可能我们都是有点那个surprise 可能了不起会这样那么他会死那么快 很多人觉得没有想到会会那么快发生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也是我个人好奇的 就是当他在德国被就是下了毒 然后他在德国几个月康复以后 他第一时间他就又回去了 所以2021月他回去 1月21号他回去下了飞机就被带走了 所以昨天我也看到也还有欧盟的官员就是议员了 就也在说说他在欧洲的时候 就当面劝过奈巴尼说你不要回去 但是呢我把你反复的说说我爱俄罗斯我要回去 我作为一个政治家我离开那个国家就没意义了 但是现在就是你再具体分析一下就是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他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回去 然后他真正的这种 这种symbolic的动员力量有多大 对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为什么一定要回去 在海外做不了 对我觉得 你刚说的这个原因还是我觉得很对的 就是他他个人觉得在海外做不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还是相信如果要改变俄罗斯还是要回去 去回到俄罗斯不能从国外做什么反对政治的这样的项目 他不想做那种 dissident 就是从国外来做 他觉得他的影响力就会变效非常非常小 然后他不是那种brave enough 就是他可能会给大家看就是我不怕 我不害怕那个俄罗斯的政府不害怕不禁 他经常会这样说我不怕这个体制我不怕不禁 所以如果他不怕的话他怎么会留在德国 这样就表现可能他是害怕他害怕回去 所以他的身体一好了以后他就突然回去了 突然被抓了 有的俄罗斯的一些experts有一些教授 今天他看到他们还是批评他的这个决定 他们说如果他留在国外 特别是在德国或者他的欧洲国家 他还是会做的更多的好处 更大的项目 他们觉得这个决定是比较idealistic你想的 但是是一个错的决定就是一个mistake 是一个错误 所以有的人提拼这个决定 可能大部分的俄罗斯就是分子不敢回俄罗斯 他们可能会想这个是非常brave 就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决定 但是也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是特别聪明 因为俄罗斯的这个teacher system 不会让他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会回去的话 如果他被抓的话那有什么用 他还是可能希望他会在这个prison survive 他会待时间比较长 然后out survive 附近走 附近走之后他还是会做那个总统 或者会做他的这个政治的工作 但是这个prison的conditions非常长 然后他的身体很弱 所以如果他现在不是的话 他可能过一两年还是会死 因为他的那边的环境非常差 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很怎么说呢 很personal 可能每个人要自己决定他们能怎么做 如果他非常爱他的国家 他有这个爱国主义的思想 他还是决定他必须回去 有的人不同意 问题是就是这个反对的力量 来自于普通人足够多的普通人 rally protest 然后形成真正的反抗力量 还是怎么样 就是从这个社会政治革命和转型 或者就是说transformation society的角度上讲 真正俄罗斯的希望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如果不去判断 或者说我们来判断 就是哪一种leader 哪一种political leadership 实际会对普京的独裁造成影响 反推他这个决定是不是对吗 就是到底哪一种影响会真正对普京 现在的这一独裁体制造成威胁呢 我觉得他的决定的这个力量 就是symbolic power 还是会不会鼓励大家都反对普京 我觉得还是可能这个力量不够大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的人出来了 比方说commemorate 他们出来了放什么话啊什么的 但是没有很大的抗议活动 那个big protest 好像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movements 我觉得很多人 很多老百姓可能我就是开始以前说的 以前也听到这个问题 他们也很累 然后也很生活也很困难 然后很多人也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战 但是他们没办法表现到他的那个方法 所以的思想的想法 所以很多人也不敢不敢出来 这个是就是一个我觉得情况 另外的可能也有很多人不认识他 不是完全的所有的俄罗斯人知道 纳瓦尼是谁啊 或者纳瓦尼是一个好人 或者我们都必须支持他 有很多人他们不看他的 他的那个platform 他们还是看最多的那个媒体 还是看国家的媒体 国家媒体不讨论纳瓦尼 他们他们不给他什么 他们不会给他什么采访的地位 他们完全讨论普京的想法 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不了解 纳瓦尼是谁啊 或者纳瓦尼要不要支持他 或者要不要出来做那个反对的这样的表现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情况 有一个细节 就是因为纳瓦尼他搁的 他的视频都是搁在油管上 YouTube上或者TikTok 所以我介绍一下俄罗斯的这个新闻控制 信息控制 就是普通俄罗斯人可以翻墙吗 或者说中国人的翻墙 就是Russia有防火墙吗 就是如果老百姓想看真实的紧息 他们有这个机会吗 有这个access吗 对俄罗斯现在也有很多那个censorship 但是YouTube还可以看 YouTube还是可以看他的那些视频 也完全分开的 Twitter现在被关了 所以现在Twitter就看不上 Facebook好像也看不上 还有俄罗斯自己的一个platform 叫Telegram 比较知名的一个platform 这个还是也可以上 还有很多人用VPN就是跟中国一样的 他们用VPN这样就可以上很多那些西方的 西方媒体的网站或者Facebook Twitter这样的 所以俄罗斯现在关的比较严 但是还是比中国这个封建比中国大 也就是说俄罗斯也有Great Firewall 它也有白名单黑名单这些 就它也有防火墙 它也有防火墙 对但是没有中国那么sophisticated 也没有中国做的那么专业 俄罗斯它也会 一个是它 我记得去年就是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有一个女主持人举着牌子在电视台走过去 大家在播报 对是比较知名的一个 这个画面当时很多中国的自由人士就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想到的是中央台或者中国任何一个电视台 不可能有这样的主持人做这样的事情 像这样的事情 那你说的电视台或者说主流媒体的审查表现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怎么又控制又没有那么严呢 就是它这个空间和控制的这个关系在哪 你提到的这个主持这个安可 它是在欧斯也看不到这样的情况 这可能是比较唯一的一个案例 所以它很证明的是因为很 其他的同事可能不会做这样的抗议 所以是比较了不起的一个时间 很多人也在分析它的决定 或者它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是比较了不起的一个情况 但是大部分的媒体在俄罗斯是 他们是被政府或者被一些公司来控制的 所以没有那么具体的censorship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不能做什么样的话题 或者不能讨论 不能调查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self-censorship 自我生产是比较强的 而且大部分的媒体还是这个ownership 是state ownership 是国家媒体 还有一些国家公司state owned companies 国有企业 他们也有一些对媒体有一些控制的方式 所以这些方式可能比中国有点 比中国软一些 但是中国俄罗斯的机制还是自不审常 觉得跟中国机制差不多 他们都知道他们怎么来做 为了继续工作在这个市场这样的环境 大部分的私人媒体 private media 以前有几家比较成功的私人媒体 他们在这两年都离开俄罗斯了 所以他们他们就license被管了 被政府管了 然后他们就去欧洲了 德国还有其他的国家 从欧洲来报道俄罗斯的事情 所以现在这些私人媒体在俄罗斯差不多就没了 大部分的媒体还是国有 或者跟国有公司有关的媒体 哦 所谓国有是指国家有 还是普京的这个寡头政治经济联盟 他们的所有 就是像中国似的嘛 就像庄罗斯牌 他必须是国家所有 那也是国家的一个部门 还是说 这是中国的模式 但俄罗斯他是可能这几个媒体的老板 他控制 但这个老板是普京的朋友 是吧 对大家都是普京的朋友 普京当总统以后 我记得有一个很准硬的一个 他做的反弹跟一些很有钱的老板 这些老板也有一些媒体电视台 然后他跟他们说 你可以继续做商业 你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你不能做独立的那些媒体项目 你不能做批评性的项目 所以他跟他们说 你如果你想继续赚钱 你就不要做媒体 所以大部分的这些领导 这些老板 他们也跑到其他的国家 除了哈达克夫斯基以外 就是哈达克夫斯基那时候 还是继续做 跟纳瓦林一样 就是继续做他的这个工作 之后他也被抓了 在那个prison 在建築物待了 不忘了20年多了 或者很长时间 现在住在德国 所以这个是唯一的那个example 就是他还是继续做 他那个媒体 自由媒体的项目 另外的老板他们 他们都一边停止 一边跑到国外 包括伊萨利欧洲 这样的国家 所以像他们这些流亡 跑出来的这些老板 媒体人或者意见人 是Dissidents 他们的这些媒体频道 媒体网站在Russia也是被 会被屏蔽的 是吧 也是会被审查的 老百姓也看不见 对 现在老百姓对 看不见 如果用VPN的话 他们会看见 但是VPN 我们都知道不是完全容易 在永久的时候 可能用不了 或者太贵了 或者大家都不知道 要用什么样的VPN 所以 我觉得老百姓可能不会 偷钱买VPN 因为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普京 他这些年 到底国家实力怎么样 因为这两年 他们入侵 乌克兰以后 其实这两天 西方媒体有很多报道 就是到底俄罗斯 花了多少钱 在打 对乌克兰的这个仗 所以这个经济是什么情况 就是真正现在普京 老百姓的经济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 好像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 他们希望俄罗斯经济 会完全这个crash 就是我不知道中国怎么说 就崩溃 崩溃 对崩溃 但是还是俄罗斯经济 还是没有崩溃了 很多怎么说呢 很多商业他们现在变成 在俄罗斯来做商业 比方说他们 self-sufficient 他们来在俄罗斯做一些 制造 manufacturing 还有其他的一些商业 对 跟中国一样 让自己国内 一族 要扩大内需 是吧 对 扩大内需 还有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还是比较比较强 所以俄罗斯继续从中国 经过很多 中国也从俄罗斯 经过能源 natural resources 所以中国贸易 还是也会给俄罗斯经济提供很大的好处 还有俄罗斯和一些阿拉伯国家 和突洛基 还有其他的国家 除了那些西方国家的关系 还是比较强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经济 当然有一些 有一些影响 但是没有西方国家想到的那么强 特别是在大的城市 像莫斯科 如果你现在去莫斯科的话 发现没有什么变化 好像也有大部分 因为俄罗斯和中国 你都熟悉 最近你也都去过中国 所以我们说到俄罗斯和中国的中产阶级 或者是城市的 他们横向对比的话 俄罗斯的中产和中国的中产的生活水平 是什么样子的 谁更好一点 或者谁更差一点 我觉得中国还是好点 特别是因为是中国 中国我知道现在也面对很多经济挑战 但是中国很多 各自关的尝试还是比较发达的 你不一定要去北京和上海 为了发现中国发展的过程 还是很了不起的 如果你去各自关的大业的尝试 你都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的话最发展的城市 还是莫斯科和上海 其他的城市 我觉得没有那么发达 还有很多非常穷的城市和小城 特别是在北京 如果从克伦江去俄罗斯的原东 从克伦江到做什么汽车 到俄罗斯 你都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在那个地方完全不发展 什么都没有 就是非常小的一些城市 俄罗斯 中国就在这些北京的城市非常发达 现在 所以中国这两个国家相比 我觉得还是不能比的 就完全不一样的发展水平 那如果中国现在虽然经济不好 但也还行 然后他们还在给普京输血 就是至少在乌克兰打仗期间 其实俄罗斯的收入很大来源 也来于中国向俄罗斯买油嘛 那这个模式如果不变的话 其实普京的控制地位也不会改变吗 还是说现在普京 你认为普京最大的挑战 就是他的这种独裁控制的最大威胁 你来自于什么 what what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o Putin's regime 好像现在他的那个威胁 他面对的威胁 我觉得不是特别大 因为现在他 他觉得乌克兰不会继续 就是可能他会继续 但是不会 在很多年的时间 会继续跟俄罗斯戴战 现在我们已经看出来 有一些乌克兰城市 被俄罗斯那个occupy 在俄罗斯已经开始赢了 所以如果美国不继续给俄罗斯钱的话 乌克兰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普京就在waiting game 他可能现在在等着 我们的美国的选举会怎么样啊 我们会选什么样的总统是特朗普 或者拜登 然后他在看是不是这个war 可能war of attrition 就是后来乌克兰会更弱 变成更弱 然后他们还是必须跟俄罗斯那个negotiate 然后普京就会赢俄罗斯的 我看到的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 他的现在的一个想法和状态 还是比较positive 还是比较那种hopeful 现在我看出来他在那个电视 做一些面词采访 他的态度还是挺那个极简的 我非常optimistic 所以 就是等于就是简单讲 就是普京现在他也在等美国的选举 对 包括这样子 在找美国要钱 拜登在说我相信会给的 我相信会给的 但是普京也在等 如果trump上台 可能会有变化 或者不是trump 就是他等于也在等美国的选举结果 还有他希望做这个prolonged war 对吧 就是他想拖长 然后把乌克兰拖死 就是西方不给乌克兰钱了 普京就能赢 他在等 对 他在等整个 对 他在等 对这个情况 会变成 对他可能 变成 最后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好处 所以现在我觉得他 他还是有希望 他觉得他会 等一段时间 然后西方还是不会支持 不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但西方有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挑战 经济挑战 他觉得他们不会 继续支持乌克兰 特别是如果trump 当总统的话 OK 所以 你那天说了一句 你觉得现在如果 纳瓦尼有去世了的话 其实俄罗斯没有希望了 所以你现在看 接下来的 就是 接下来的俄罗斯的政治前景 还有我们再说回来 就是 纳瓦尼如果他作为反对领袖 这一次的他的死亡 西方会怎么反应 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说如果纳瓦尼不去世的话 对 就是 Dance of 纳瓦尼 What's the direct and long-term impact 也很难说 我觉得 第一可能是很多人 就是反对普京的人 现在可能 很悲观的 不一定是完全没有希望 但是他们现在 有这个grieving trauma 可能他们觉得他们的领导没了 他们会怎么继续做这样的很威胁的很困难的工作 特别是大部分住在俄罗斯 不住在俄罗斯的话 他们会怎么影响俄罗斯老百姓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很多人 特别是不是政治家的人 就是俄罗斯的一些知识分子 什么他们可能不是特别 对俄罗斯没有很optimistic的那个扰作 他们还是觉得可能俄罗斯要当很长时间 十年二十年为了 为了发现一些变化 但是还有一些 就是分子他们来说 我们不能完全靠一个人 就像奈巴尼这样的领导 来做一些变化 我们还是要继续做自己的工作 这样做的工作 如果是写文章 或者是做一个organizing 做什么样的媒体工作 就是从国外来做 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媒体在欧洲 但是他们还是在做调查 在俄罗斯会做一些调查 所以我觉得他们 有的人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做 特别是奈巴尼他去说了之前 也说你不要失望 就是don't lose hope 他说不要失望 然后你们还是要继续做自己的那个贡献 带来一些贡献 不要随便坐在家里 然后什么都不做 这个是他完全不希望的情况 他非常反对这样的想法 但是非常active hopeful的这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一部分的就是分子会想 如果我们真的想respect 终衷拿完了的 希望我们还是要继续做这些项目 自己的工作 这个是可能这两个看法 有的悲观的 还是有一些那种 hopeful 有点希望的一些人 但是在俄罗斯国内的可能变化 我觉得突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我刚刚说了这几次 就是俄罗斯老百姓 还是我觉得不敢出来 做很大的反对这样的反对活动 所以我个人可能觉得俄罗斯国内的一个变化 在这几年或者在这几个月 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在国外的话还是有这些就是分子 政治家他们会继续做一些organizing 他们希望如果俄罗斯还是有一个crisis 很大的危机 他们会变成一个分队派的那种 那种样子 现在他们还是在准备 所以现在大的变化可能我们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有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再看 也就是说除了Navani 现在在俄罗斯国内没有其他更大的反对党 是吧 没有 没有 就他是唯一一个 对他是最主名的一个 还有一些政治家 但是没有人真正的了解他们 Navani还是很多人知道他是谁 然后还有很多人觉得他 他们会追他的这个想法他的活动什么的 所以这样的人现在我觉得还是没有 明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为什么俄罗斯自己他也没办法 就是这种emperial thinking 还有就是这种大俄罗斯文化 还有这种帝王 怎么说就是皇权的这些俄罗斯自己的这个文化思想 他为什么也没办法更加的现代化 因为这个也是包括普京作为一个大沙文主义的一个领导者 就是他之所以有supporter也是这个原因 就好像只有他才可以带着俄罗斯人做大国做强国 包括这个也是他打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口气了 就是有哪个社会具体的文化问题还是政治还是社会还是老百姓的认知 就是为什么他们也永远无法克服自己的这个imperial thinking 和他本土的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原因 就是一个原因 一种原因是很多很多人他们反馈这个苏联的苏联分开的 这个falling apart 苏联的collapse 他们还是觉得是个像普京一样他们觉得是个错误 就是苏联还是很强力的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或者empire 所以很多俄罗斯人觉得这个是这时候生活还是挺好的 还有很多nostalgia 他们觉得那时候我们都是完全不是完全的差不多一样的 这个生活差不多 这种条件差不多一样的 没有很有钱的人 没有很穷的人 有很多那种平和生活环境 还有很多很好的对苏联的一些意见或者memories 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普京 他们会跟普京同意的 我觉得还是那时候是俄罗斯是最伟大的 所以现在俄罗斯可能被西方控制的 或者被西方oppressed 就是control 所以他们非常反对西方 压制俄罗斯的复兴 对俄罗斯复兴 所以他们有这个感觉是oppressed 或者对西方的非常看不起的这样的想法 他们觉得我们还是比较proud 我们对自己很爱好 然后我们的文化非常传统 所以我们要自己支持自己的那些traditions 这样就可以反对西方对我们的那些政策 oppressions and so forth 有点像中国现在很多领导 也会经常提供西方的负面的影响 西方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压制的证刺 俄罗斯也是这样的 俄罗斯的领导会提到这些想法 更强意的提到 他们会说西方就是俄罗斯的enemy 我觉得中国领导不会这样说 也这样说 所以我听着你说 我也觉得跟中国社会现在的情况非常像 所以我还想问你呢 到底是谁学习谁 China learns from Russia or Russia from China or they learn from each other constantly on daily basis 我觉得咱们互相学习好像 好像 俄罗斯领导 这样这家肯定会崇拜 中国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他们会经常知道 中国是什么什么样的模式 然后我们向中国学习 中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 他们会在国家媒体会经常报道 中国支持俄罗斯什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俄罗斯 就是中国的一些可能领导也觉得 普京很strong很伟大的一个领导 然后会这样的反对西方的push back 也是很了不起的 会这样的支持做 做通可能已经有20多年了 也是很很 会崇拜的一个管理方法 但是可能学习的话 还是我觉得俄罗斯 有更多的从中国来学习 中国想学习 我不知道会学习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什么样的管理方法 我不太清楚了 我觉得还是俄罗斯从 向中国学习有更多的内容 但在中国的舆论报道里面 大家就觉得习个人是 习近平他个人是很喜欢普京 而且在几个重要的场合 比如说冬奥会什么的 当西方国家都抵制的时候 只有普京来了 所以我想问的是俄罗斯老百姓 普通俄罗斯民众 对于中国是什么看法 对于中国的模式 或者年轻人 这个普通人和年轻人 他不太不一样 可能年轻人他接触的信息更多 或者他们怎么看中国呢 我觉得年轻人 我不知道是最近的数据 我刚刚看了一些报道 他们这些报道表现 俄罗斯人现在对中国的想法 可能比以前好多了 所以那个公共感觉 现在知道了很多 现在很多国家 特别是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公共感觉 非常低 就是很多老百姓可能害怕中国 但是在俄罗斯 还是这个讨论 在调查的时候 发现还是很多俄罗斯人 比较喜欢中国 或者他们对中国有一些崇拜 或者尊重的感觉 尊重的感觉 但是看一些 popular culture 就是比较流行的一些 什么书啊 博客的话 我发现还是很多俄罗斯 不管是年轻人 或者大年龄的人 他们也有的 中国表现害怕的感觉 特别是害怕中国 好怕俄罗斯会非常靠中国 就是现在俄罗斯已经很靠中国 在经济发展的之内 特别是戴战 跟乌克兰戴战的这两年 但是后来他们想 还是俄罗斯会非常 他们会靠中国 然后习近平和中国 就会控制俄罗斯 包括把一些 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一些 叫什么 一些地区 就是中国会被抓了 或者take it back 他们觉得以前是中国的 现在中国越来越强 他们就会occupy 或者take back一些地方 然后有一些popular culture 他们会表现 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中国来控制俄罗斯 就是一个futuristic 就是后来很多年之后 不是现在可能 20年100年之后 中国就会govern 就是中国会管俄罗斯 不是俄罗斯管俄罗斯 那你觉得普京他本人 到底对习近平是什么的态度 就他真实的心里 真的觉得他是个好哥们 还是他实物主义 他只是觉得现在这个人 是需要他争取来的 他的崇拜者 我觉得他 他也会 很难知道他真正的想什么 因为我们 不难跟他聊这些问题 我们就是从电视台 或者从这些这样的信息 所以我发现普京也挺喜欢习近平 好像他们两个领导的关系很近 很明确 就是这个 但是普京也 可能 我觉得可能也会有点害怕 习近平的权利 因为他就是害怕中国 因为中国还是 对俄罗斯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所以他还是希望中国关系是比较 equal 和平 而不是中国比俄罗斯强 俄罗斯和中国 两国就有合作的关系 不是那种中国控制 或者中国会影响俄罗斯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还是 不管说普京或者另外的一些 地位低点的领导 他们都会害怕中国 比俄罗斯强力的更大 世界上的强力 包括这两个关系 完全不和平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这个情况 这个让人比较惊讶 因为在中文的discourse 或者Chinese state media narrative 就是中国官方媒体把俄罗斯 还是当做老大哥的 就是普通人也会 中国普通观众也都觉得 中国不敢说任何俄罗斯不好的 对我也发现我看中国媒体 完全没有什么负面的 负面的信息 而且呈现了 呈现了也是 普京两个领导人 心心相惜 就是好像真是哥们一样 都很关系很好的 但是俄罗斯人和领导知道 这是跟媒体报道都是比较正面的 但是在经济领域方面 比方俄罗斯还是比中国弱 或者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知道 这个发展水平不一样 然后在世界那个政治 global politics 中国的 舆论这个voice 比俄罗斯强得多 所以more important 所以俄罗斯领导会知道 中国还是更senior partner 在这些关系 所以这个不是特别comfortable 他们觉得这个不舒服的话 但是没办法 没有其他的伙伴 就是中国 明白 那像现在这个国内 像在俄罗斯这样的一个信息控制的情况下 这个 那个Navani这个去世 对普通的俄罗斯观众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试图找到事实吗 还是他们就听官方媒体怎么说 还是会有人翻墙来找答案 就是因为在中国的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任何一个新闻出来了的话 绝大多数人就还是相信information available 就是有什么就相信什么 但也有不少人会翻墙 会想办法出来 但是因为又没有真实的信息 所以就有很多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谣言就出来了 那俄罗斯的情况是什么 像这样一个 这种反对派普京最大的敌人 Navani他的这种去世 在俄罗斯本土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舆论 我觉得可能跟中国一样的 所以会有一部分想找办法找信息 比如说俄罗斯还是YouTube 咱们可以上YouTube 找信息 也可以上Telegram 还有一些西方媒体 不是完全悲观的 所以他们的信息环境 比中国还是好点 我觉得 如果有兴趣找的话 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各种感的信息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可能也会听政府的信息 特别是政府 国家媒体 他们没有报道 他们的方式 不是对Navani说一些不好的 或者批评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他们是完全不提他的名字 就是他们提了一句话 就是Navani死了 就是他去世了 然后就没有别的信息 完全没有 所以如果一个人 对Navani不是特别感兴趣 然后他的生活也很困难 什么的 他可能不会花时间来找Navani 为什么去世了 然后有什么原因 他可能不会管这个事情 因为国家媒体完全ignore 他们他不报道这个 就是ignore, dilute and disappear 就是让你彻底在公共论论消失嘛 这个很像当年刘晓波 就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刘晓波是谁 就是不至少要欺骗你 就根本你不存在 你不存在在这个公共舆论里 对他们的方法 我觉得跟这个中国观信息的方法 敏感信息的方法很像 就是你不用说 你说少点就好 就是完全不提 没有人知道 就没有不给他什么地位 不给他什么空间 他就是完全不提他 他说他去世了就没了 没有别的信息 他完全不讨论他 包括普京自己都不提他 说那个在柏林的病人 然后那个人 他们都拒绝提他的名字 是吧 对他不提他的名字 因为他觉得 如果提他的名字的话 会吸引更多的老百姓 关注那柏林 如果不提名字的话 就可能他觉得 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查 或者找其他的信息 来看看那柏林是谁啊 或者他的环境 或者条件什么样的 你认为这个都根本不提他的原因 普京是害怕 还是不care 不懈 就是disdain show his disdain 还是说就是他害怕 he's afraid of mentioning him 还是说就是有意的 要去做一个ignore he's not there 就是那什么样呢 他为什么 就普京个人 他为什么对他这个反对 就直接挑战他 一般来说在俄罗斯 如果有 如果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人 或者一个批评型的那种知识分子 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 敌人 就是enemy 一般来说 普京和其他的领导 他们就不提他们的名字 不管是那柏林 还是另外的一些 比较知名的俄罗斯 知识分子 他们就ignore 看不起或者不提名字 这个方式可能 我觉得表现 或者他的意思是 他可能有点害怕这些人 但是他的 他的害怕的这个 management strategy 还是关的那个方式 他就是看不起这个人 不提他的名字 然后就给大家都表现 我不看 我对他没有什么 什么兴趣 我完全不怕他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是什么 他就是完全不管 这样他就不给他什么 那个respect 他不尊重他 如果尊重那个人的话 你肯定会提他的名字 对吧 如果他他不提他的名字 他发现他不尊重他 他看不起他 这个人不重要 就是如果重要的话 他肯定会提他的名字 然后在俄罗斯文化方面 他会提他的这个 传名这个名字 first name 然后还有那个last name 姓名还有 Orchester 是父母 父亲的名字 有三名的这个 情况 所以他完全不提他 他不提他的一个 Navalli Alexei是他的 他的名字 然后姓名 Navalli 他完全不提 所以他 这个发现他 他不尊重他 完全看不起他 这样老百姓也会 可能想 啊这个人不重要 我们也不管了 这个是他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 OK 但他其实表现的 还是他怕这个人 对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怕的话 他为什么 不会提他的名字 这样如果你完全不怕 你会说 Navalli 他死了 他会 他不怕有什么competitors 有其他的政治家 也有自己的什么项目 因为他觉得他的 想法的项目 他的领导 或者管管国家的方式 是最好的 但他就不会怕 其他的人 会有什么challenge 提到什么样的挑战 他完全不怕的 但是如果他怕的话 大家就可能觉得 啊最好不要提他 这样就 他就不存在着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就像这两天 西方 包括拜登 包括所有的媒体 都在说 普京本人是responsible 就是不管是不是他 直接下的命令 但是 Navalli之死 肯定是普京 是最大的责任人 像这样一个 很直接点着普京名字 的criticism and allegation 就是普京要自己 他会回应吗 就是你预计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什么 就是来自普京政府 普京当局 他们会做什么 嗯 可能到现在他 他也是 他也不讨论这个话题 所以到现在他讨论别的话题 他讨论中国 俄罗斯一些国内经济发展 像项目的项目 还有什么新的 真面信息啊 所以他做一些宣传工作 他不讨论西方对他的这些 allegations 批评 他完全不管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 不提那巴尼的名字一样 他觉得如果他不提 这些西方的批评 俄罗斯老百姓可能也不知道了 我觉得他们他们 他们不会 特别想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他的他的他的 他的方式还是看不起 就是ignore 他避免这样的想象 信息 因为每个都是被政府控制的 没有地址会问他 明白明白 所以其实挺悲观的 但是就像奈娃利他那个纪录片 那个最后的短一分钟的那个 他微笑着告诉大家 don't give up 就是 对 他还是他还是有有希望的一个 那个message 所以当然很难怎么说呢 很难在想能做什么 特别是从国外来做 怎么能怎么能改变那个国家 如果你不住在那边 也没有这样的资源 怎么可以做 有影响的一些事 这个可能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呢万里个人 是还是比较optimistic 我觉得他认为如果不做 或者完全give up 那就这样就可以帮普京 等长的时间做总统 就是继续做总统 那会如果我们还是做一些事 还是可能会challenge他 后来会好点 嗯 谢谢你 再次谢谢你 你分享了这么多知识 和你的个人的这些观点 谢谢Maria 不好意思 我的中文没有没有连很多年 所以现在有点 你的中文已经很完美了 我都觉得不用用英文再问任何问题了 下次我再连更多 然后就 我们继续聊 我们继续聊 后来如果有更多的更新 我也会再继续听你的分析 嗯 好的 非常感谢你邀请我 给你讨论这个问题 谢谢谢谢 好 我们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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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